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在說保育這個課題的時候 香港好像比較落後 有不少我們熟悉的建築物 到日去不返 不過幸好近年有很多私人機構 都加入了這個保育的後列 他們參考了其他地方的例子 不僅保留,還有活化 外國有不少地方 都將歷史的建築物 保育成購物店 展覽館或餐廳 而我們鄰近台灣 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而香港雖然皇后碼頭沒有了 虎豹別墅、河東花園、利舞台 全部都拆掉 但至少我們還有牛棚、藍屋 而最近一間歷史悠久的集團 也將他們有60年歷史的沙廠 活化成一個很有意思的藝民空間 來自豹 Apple Alle,你好 你好、Yunin 如何有活化沙廠這構思 沙廠在1954年成立 當時正正是製造業開始的時候 香港由漁村進入製造業 新的經濟體系 代表香港一個經濟起飛的里程碑 當年的陳廷華博士成立了沙廠 然後到今天她的孫女 回到集團工作時 發現原來我們還有三間沙廠 不如我們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抹化它,令它成為一個新的地標 經過一連串的研究、計劃 以及工程大約用了五年多 終於完成了這個活法項目 挺浪費時間的 你說得沒錯 三個廠房的架構構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要既保護這個構構 又能夠令它有一個新的外觀 過程會否很困難 因為大廈很舊 要保育的時候要花很多心思 我們保留了甚麼呢 保留了以前沙廠的大閘 可能看粵語長片就看到 成千上萬的工人出出入入 就是經過大閘 我們覺得很有意思 我們保留了一條面向青山公路的閘門 有些訪客來的時候 他們跟我說 我拍攝這裡的閘門 因為我小時候住屯門 每天上學都經過 我們聽到這些故事 覺得很溫暖 對 亦保留了一條完整的舊樓梯 完全沒有改變過 以前很多工廠都是用綠色油 全部的柱都沒有重新油 當然我們做了一些加固的工程 亦保留了舊標誌 不是就這樣,我游回去就行了 不是的,因為經過幾十年 風吹雨打 要拆掉那個字下來 重新倒露 然後再找師傅貼紙皮石在臉上 這樣做回當年一模一樣 這些都是心血 另外一個升級了 重新把它升級再做 就是以前沙廠用來滅火的沙桶 以前沒有灑水系統 就是用一桶桶的沙來救火 我們將來會用來裝一些滅火 然後大家走過後會知道 原來以前的滅火是這樣的 很有意思,可以教育下一代 而在這麼多寶玉的歷史文物之中 這幾幅壁畫可以說是相當搶眼 它不是歷史遺物,但又見證著歷史 Candace,剛才我進來 我被這幅畫吸引,我覺得很漂亮 這幅畫有甚麼特別的意思 他其實是在畫沙廠以前的工人 工作的情況 因為我不是那個年代人 我上網找了很多 到底當時工廠的工人 衣著、髮型、頭罩 或衣服是甚麼樣子 希望我可以盡量追回時代的衣食 我畫的時候有些路人走過 他會說挺有趣的 他會說以前你婆婆在這裡工作 他就是這樣 有一個圖像可以讓他們溝通 間外也有得溝通 叔叔,你好 你好… 你這幅畫 你這幅畫很特別 我覺得很有型 我想表達這個地方 不是很舊的沙廠 然後翻身 變成一個有藝術和科技 或者總之整個演變 所以前面你看到一個女生的樣子 其實她穿著的旗補 我想表達她是一個 以前的工廠的女工 後面一些很像機械的東西 是在說歷史的演變 很多人以為是取代人手 其實不僅僅如此 她是希望對環境改善 所以你看到我除了女生 像機械演變 還會有樹和獎代表大字 其實全部都有關係 很有意思 沙彩已經變成一個新項目 你想帶到觀眾進來 有甚麼感覺 裡面分開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培育基地 在辦公室裡 我們有一個合作空間 亦有一個階段 階段裡面有不同的機器 可以讓不同人士申請來使用 重點是這裡有一個 身體的平台 可以讓大家在這裡交流 有一個地方可以做完他想做的事 我們希望用這些方法 可以利用初創企業 第二部分就是一個博物館 會展示一些紡織業的歷史 亦會有現代的藝術 環繞著重播或紡織得到啟發的展覽 然後最後一個部分就是店堂 銷售和餐飲的部分 希望大家來到這裡 能夠有體驗式購物 希望你買東西之餘 例如你可以知道背後的歷史 或者有些店舖會提供給來的朋友 譬如我們有一間書店 有一個藝術會教大家釘裝書 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活動 也有不同的啟發 或者說很有趣 也是我們希望能做到的 身處在這麼有故事性的建築物中 我的感覺是…覺得挺驕傲的 有時覺得自己這個香港人的身分 也沒有好好珍惜 一切都好像是理所當然的 但今天幫我看到活生生的歷史見證 才覺悟 這些所有事情都是前人很努力做的 後人才有機會好好享受 這些美好的環境 我們經常在街上遇到朋友 都會說有空喝茶 但想清楚一點 有否真正約朋友喝茶 而喝那壺茶 是否在茶樓沖的茶 還是一個茶包沖的茶 又或是在茶餐廳喝的奶茶、檸檬茶 不知道你們有否想過 約朋友去一間寧靜舒適的茶社 好好地沖一壺中國茶 慢慢地聊聊最近的近況 很多人心目中 喝中國茶是一件很老套的行為 砌一壺茶 是上了年紀的長者才會這樣做 但我反而覺得有機會慢慢看著 茶葉釋放的氣味、顏色和味道 是一件很療癒的事 亦是一件很文青的事 Katherina,你好 你好 市面上很多人都喜歡開咖啡 喝咖啡和茶之類 但茶社我覺得很特別 為何你這麼有興趣開茶社 本身媽媽是土裡塵的 小時候都跟她去茶山 慢慢接觸得多 發覺原來這件事很有挑戰性 也希望將茶文化 在香港可以推廣給更多人 即是跟媽媽去茶山、採茶葉 真的會自己去摘 嘗試去瘤臉、炒,整個過程 從多少歲開始 我想我從中學時期 就開始上茶山,也很久了 你為何這麼喜歡 茶字怎樣吃 草快頭 人、木木 對,其實喝茶 就是將人放在草木之間 很有思義,對吧 其實我一個很急促、很緊張的人 但你去到茶山 或者透過喝茶的過程 它能幫助我慢下來 喝茶,很多時候都是陪爹媽媽去茶 喝茶 就覺得好像年長的人才喝 其實是否適合年輕人 現在這件事越來越年輕化 你有幾個東西可以觀察到 第一,近年可能日本、台灣 甚至香港都多了很多 一些年輕一點的茶室 可能會做一些冷泡 或者用茶做主題,做不同的甜品 例如我們看看便利店 打開整個雪櫃 由綠茶、紅茶、烏龍 多了很多 非常多元化 這麼多種茶葉,究竟怎樣選擇 通常會先問客人 平日喜歡喝清香或濃味的東西 清香 例如我推介西芋龍井 相對上的豆香味比較明顯 雖然是綠茶 其實它的刺激性比較強 是會提神一點的 這個白紅銀針也叫美容茶 適合我 適合你了 看到上面有白色的毛毛 對 這些是植植物上面的牙頭 生出來的時候 上面是偏然有的荷毛 全部都是人手才能摘 你猜想要摘多少個 才能做到500克的茶 一萬就… 其實要到達6至8萬個 才能摘到500克的茶 很矜貴 對,有很豐富的氨基酸 也有美容的功效 而且這些茶比較適合 我們春夏的季節喝 有些人可能會說 不,我不喝綠茶的 或者我不喜歡喝太涼的東西 可以喝紅茶、熟普利、陳皮普利 這些都是比較溫和性 比較適合秋冬飲用的東西 陳皮普利我也是第一次聽的 他其實把果實洗乾淨 挖出果肉,乾乾一會 再讓熟茶進去 一起烘乾,一起儲存 茶葉普通會吸收 它會吸收陳皮的香氣 再一起喝,有化痰止咳 亦比較溫和 變成不同的身體狀況 不同的天氣都可以喝 好的 我平時比較喜歡喝花茶 如果是中國茶的話 多數會喝葡萊 因為貪他夠靜氣 而且尤其是吃完油膩的東西 他可以幫我燒仔 據我所知,漂亮的葡萊 喝完之後 他會有一個很圓潤和很滑的感覺 而且後味也可以停留很久 不知道是否合適 因為這裡是否是她會有效 我們會這樣做 餡茶的過程 有些人喜歡說是水滾茶 但不是所有茶都適合用滾水 浸下來 譬如普利剛開始煲到的滾水 已經可以用的 但譬如有些可以用紅茶 綠茶、白茶 這些可能的溫度要降一降 才可以煮 我們會建議有一個器皿出湯 譬如現在我煮了水 進去茶壺後,我要出湯 我會用一個叫公道杯的器皿 我們儘量把茶壺裡的所有水分 倒出來,不要浸泡 有這樣的份量,可以沖多少次 其實不同的茶的泡素都不一樣 譬如綠茶的比較幼嫩 可能一、兩泡已經沒甚麼味道 例如有古樹的泡泡 內含成分非常豐富 可能可以喝到十多、二十泡 很特別,我們又倒出茶 現在又在茶壺外邊 煮一煮水 對 剛才的過程叫淋壺 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其實壺裡的水溫都會降得快 淋上壺嗎 淋上熱水 令內外的溫度一樣 例如普利茶,是黑咪咪咪 但你看到湯色其實是琥珀的顏色 很透 潔淨度很高 其實不同的茶都可以配合不同的食物 涼盆會配一些清香型的南泡茶 味道沒有那麼濃郁的食物 會配合一點 可能蔬菜類 其實跟剛才說的龍井也很配合 例如一些紅肉的 可能配一些煙燻過的茶 例如炭塗過的茶 例如淡泡,這些比較適合肉類 例如海鮮,可以試試白茶 白茶有很清新的花香 可以帶出一些鮮味 所謂一花一世界,一茶一人生 同一種茶在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溫度和不同的心境之下 喝得有不同的味道 而我今天也很好享受到 這種甜靜的感覺 也很放鬆 也對人生多了一份領悟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吃東西的人 住在香港 一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因為香港有世界各地的美食之餘 也有很多國際名廚 在香港開餐廳 就像有Jamie Oliver、Gordon Ramsey 讓我這些餵食的小粉絲大飽口福 而最近就有一位稱為 利馬新星的秘魯名廚加入這個行列 各位愛吃一族,又有新目標 說的是這位來自南美的秘魯名廚 他不僅被英國的雜誌封為 利馬天空中的新星 他的餐廳更多次入圍 全世界最優秀的50間餐廳 是否聽到都很想去試呢 但由於香港飛去秘魯 大大畫畫都要坐十多二十個小時 不如輕鬆一點 去他的亞洲首家餐廳試試吧 餐廳裡 處處都是以秘魯的特色做點綴 利用樹木、石頭雕像 加上牆上的岩石模型 打造出亞馬遜叢林的感覺 而畫上秘魯食材的壁畫 和中間放滿秘魯人 經常用的香料和食材的石桌 就令人可以一規秘魯菜的特色了 Sam Hi Ver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So what is the key ingredient in Peru? It's basically people know a lot of healthy ingredient like quinoa or amaran this type of Andean drain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using diverse of the chili so you can see a little aromatic of the chili with the fresh lime juice So Ahi amarillo Rocotto Red chili So those are chilis and lime and then fresh fish is like typical Peruvian ingredient Do you think Hong Kong people would love to enjoy Peruvian cuisine? Oh so far they've been enjoying? I think this restaurant is the first Peruvian cuisine or restaurant in Hong Kong Yes And I saw some some restaurant had a Peruvian dishes but I couldn't find actual like a Peruvian restaurant so far so it could be very interesting what we have in it to try Peruvian food So what will you prepare for me today? classic ceviche ceviche is a fresh fish with a fresh lime juice you can see this big corn yeah we call choclo this one also comes from Peruvian and then we fry another dry corn which is called cancha this one also comes from Peruvian and this one could be a little bit sour if you try it for the first time but Peruvian they call this ceviche sauce tiger's milk 這個頭盤很特別 它吃到的味道 感覺有點像泰式的菜式 因為它有點酸酸 有一點辣椒的辣辣 鱷魚又很新鮮 它的質感很彈 最特別的就是它的粟米 是來自Puru 我們香港有時可以買到的糯米粟米 是比較煙煙韌韌 但它比較重大 而且它老虎奶的汁很特別 醬汁的顏色看起來像乳酸 因為當我們煮醬汁 我們把鱷魚和鱷魚混合 所以它看起來像乳酸 但其實它不是乳酸 好,接下來是甚麼 Snapper Tira Dito 你可以看到紅色的醬汁 基本上,我們煮成 ceviche醬汁 我們混合了鱷魚 是由 Peruvian的香味 很多質感 對,因為它是蔬菜 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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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很幸運的 我會展示了 西蘭的顏色 所以我們用了 黑色的顏色 是蔬菜 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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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黃金芝士和薑芝士 黃金芝士、葡萄、蜜蜜 薑草 很棒… 全部都是 現在是我的顏色 很繁忙 泥麥一向都是我最喜歡吃的食材 整個感覺除了顏色之外 味道也很香 而且底下加了黃金芝士 用了蒜來混合在一起 所以整個味道很濃郁之餘 我覺得是一碟很漂亮的超級食材 這是一整個海浴蜜餅 然後還有玉米醬汁 玉米醬汁是小棉花 這個牠是在漁洞 在雪埃,從 Peru 裡面是茄子 是像香蕉 剪刀紅薑、葡萄、玉米醬汁 新鮮湯和玉米醬汁 然後我們把海浴蜜煮上香蕉 也會在雪埃 這個醬汁很興奮 對,很興奮 像新的味道 這個鹿魚是用了亞馬遜中的番茄 有很多芫荽、紅菜頭 令整個醬汁的味道酸酸辣辣 也很香 沒想過原來鹿魚 我平時吃的大部分都是薑蔥蒸 用這個方法也很特別 我從來沒有試過,這道菜很興奮 很興奮 這個叫做薑蔥蒸 這就是三種奶油 甚麼類型的奶油 是滑倒奶油 濃度奶油 然後是重量的奶油 然後我們製作泡泡蛋糕 然後把這個奶油淋上香蕉 在晚上 為何變成橫色 橫色是橫色的奶油 甜品很特別 用了三種奶浸泡蛋糕 其實很甜 上面有一個用紅蘿蔔製作的香蕉 可以中和一點 令整個感覺沒那麼甜 而且還很容易入口 很新鮮 謝謝Sane 謝謝… 今天我來這裡的香蕉 乾杯 好,乾杯 其實我來這裡之前 也在網上做功課 想知道秘魯菜究竟有甚麼特色 看到有一道菜是吃天竺鼠的 看完後也挺擔心 不知道是否真的要試這道菜 也挺害怕的 幸好今天試到的 也是秘魯的名菜 讓人給我的感覺很清新和特別 讓我對這個遙遠的國家 又多了一份了解 好… 好… 入炸 好… 好… 接著…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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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及…